你好 欢迎收看10月20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提要 中正国小新建温馨园提供学生家长一处亲子阅读交流的原地 新建三明路路边停车费 因为费率调涨程序没有完备 重新回复为每小时20元 新美式教育局推出健康饮食教材 今年以在地食材当季当地为主题 屋来区一家温泉度假酒店以化入菜 推出套餐饗宴 让民众一边品尝美食还能够感受浓浓艺术气息 今天我的台北周记要带大家去松山区的虎山西步道 体验最丰富的动植物自然生态 新建区中正国小规划了一间温馨园 主要是用来提供放学后等待接送的家长或是学童一处休息的空间 同时也在晚间开放给学生阅读使用 而温馨园不仅藏书上万册 里头更打造了书室的木植地板区 另外还会经常举办说故事活动 借此来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 新建区中正国小最近展开一连串4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 重头戏就是在20号首先登场的温馨园开幕茶会 温馨园位于请忙楼一楼 耗时一年多时间兴建 校长徐德田指出 当初规划温馨园主要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亲子阅读交流的空间 也让等待接送的父母亲或是孩子可以有一处休息的地方 最主要是希望说小孩在放学后还有一个可以去的图书馆 那这是一个亲子的社区活动的图书馆 所以小朋友回家如果没有事 他可以到学校来这边看书 另外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参加课后班 参加社团 其实回家都很晚 那有时候呢在等爸爸妈妈 或者是爸爸妈妈这边等小孩 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温馨的环境 让他们可以做一个等待 温馨园特别规划了两个木质地板阅读区 让来到这里的小朋友或是家长都可以有一个舒适放松的看书空间 不但如此 学校也善加利用这个场地多元应用 开幕茶会当天就邀请故事妈妈为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说故事 精彩有趣的内容逗得大家哈哈打笑 立委罗民财在致辞时也肯定了中正国校对学生的用心 并期许大家能够在这片温馨园地里打造无限梦想 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有一些小朋友的说故事活动也可以在这边进行 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很多退休老师其实常常回到学校 我们也很希望说有个地方可以是他们觉得说可以彼此聚会 有了这片原地以后让我们中正国小的所有的学生 梦想无限 希望无限 在这个地方可以编制自己人生的很多想象不到的梦境 或者是自己的理想 目前在微星园也举办了师生连战 其中更邀请了多位退休老师参与展出 希望连结历届师生情谊共创美好未来 记者声明 詹文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三明路因为人口密集 店家伶俐 路边停车位经常余位难求 为了要提高转换率 新北市政府在今年将这个路段的停车费调涨为每小时30元 但因为没有事先宣导让不少当地民众反弹 为此新北市议员金中玉在了解后 发现的确没有完成公告程序 因此要求有关单位将停车费重新回复为每小时20元 新店三明路人口密集 商店伶俐 每到了这里想要停车可以说是一味难求 但也因为停车位的转换率低 所以为了提高车辆停放的流动率 今年路边停车阁曾经悄悄的调涨为每小时30元 许多当地里长及民众纷纷向新北市议员金中玉反映 表示政府要调涨价格应该先行宣导 而不是让民众停车之后才知道原来涨价了 为此金中玉在了解之后 发现的确政府没有进到公告义务的程序 要求将停车费调回20元 他当时的程序没有完备 他没有做好公告的情形 所以老讲所有的里长 我问了一下所有里长 没有一个里长知道 三明路的停车位涨成30块了 那政府要依法行政呢 当他没有依法行政的时候 这他就不能涨价 所以后来被我抓到一个就是 他没有依法公告 没有依法公告 所以我请他调回20块钱 本来已经调涨的路边停车费 从10月份开始重新调回每小时20元 新北市议员金中玉表示 在有关单位还没有完备所有程序前 三明路的路边停车费都会维持原样 虽然10元的差距不大 但为了民众的荷包着想 也算不小补 记者杨邦友超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教育局从97年度开始 每年都以不同的主题 编证健康饮食教育教材 希望建立学生正确的饮食观念 而今年推出了新北处处好食材 当季当地好健康 介绍八种新北市在地特色食材 在发表会上 副市长侯友宜化身为侯老师 用趣味问答的方式 让小朋友了解如何吃得健康又安心 板桥国小的小朋友化身为 卖便当的阿姨和出外游玩的游客 以轻松幽默的短剧方式 传达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为了让健康饮食教育观念向下扎根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推出 新北处处好食材 当季当地好健康教材 除了希望让孩子认识新北在地特色食材 并从产地到餐桌 把吃什么 为何吃 怎么吃 融入在教学之中 结合了新北市有非常丰富 营养的在地的食材 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食材 编映成这样的一个教材 希望能够让孩子们 透过课程的方式 就能够了解 这些原来在日常生活里面 他们接触非常多的这些食物是怎么样的一个来源 那未来其实也希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 透过这样的教育方式 甚至可以影响到他的父母 可以带到他家庭里面 也可以跟他的家人 跟他的兄弟姐妹去做这样的分享 在记者会上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特地戴上了黑框眼镜 以侯老师的身份出现 为小朋友上起了课 讲解新北市有哪些特色食材 并且当场出了题目 要来考考小朋友 当季的食材 为什么丢些食材 想喝假 因为不同的食物都有 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季节 所以要吃当季的最好吃 另外副市长侯友宜 还以台湾俗宴 告诉小朋友 每个月有哪些当季食材可以吃 例如六月吃瓜 七月吃笋等等 趣味的互动让小朋友听得津津有味 五月吃笋 胡瓜笋 六月吃瓜 瓜里丝瓜 七月吃顺 八月吃蚊 八月够人 十月就会记忆 十月吃青菜 青菜 青菜 十一月吃蒜 新北市交易局局长龚雅文表示 这套教材介绍了新北八种在地食材 像是目前产量丰盛的角白笋和万里蟹 从生产源头食材分辨到料理方式统统都有 我们的万里蟹这也是在万里地区 现在大家非常认识非常多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孩子知道说 如果有机会接入到这种蟹类的话 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分辨 新北市交易局表示 会将这次发表的健康饮食教育教材 配送到各级学校 指导学童如何从各种感官认识食物 教导孩子透过正确的自主性选择 达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的目标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 为了推广艺术就是生活的理念 邀请知名本土艺术家戴武光展出水墨画作 并且将画作延伸成创意料理 搭配当令当季与当地新鲜食材 融入了戴武光抽象大色块概念 让人一边品尝美食 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气息 以黑色墨鱼汁勾勒出汁叶线条 再摆放上干煎鲜干贝 加上了蜜汁小番茄像蒸荷花 这道嫩煎干贝左墨鱼汁 正是知名画家戴武光这幅水墨画作 最后一朵秋风厚的餐桌版 画作成了美味料理 不仅色相味俱全还别有一番趣味 像干贝的概念就比较直接 跟老师的话做一个连结 用黑白的方式表现出 一个像是画莲花的概念 富兰督来度假酒店 从即日起至明年的2月1号 推出了异想迟迟秋雨 戴武光以游未尽时雨画展 除了在酒店内展出14幅知名 本土艺术家戴武光的水墨抽象画作 还特别推出了以戴武光画作创意发想的精致套餐饗宴 我们今天呈现的方式除了以色块跟点线面的概念去表现 老师的比较抽象的画之外 我们甚至用在地的食材来表现出跟艺术沙龙的概念 其实做菜也是一样 尤其是那个盘上一种菜色的安排 其实也是一种秩序 所以你看它那个疏密的安排就是一种画作 所以以前常常告诉学生 艺术不是凌乱 而是一种秩序 所以把这种观念应用到任何一个地方 我想都是一样的 这次的套餐主菜 脆烤胡萝卜煮五花肉 左莲子藕心芥末子酱 不仅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更可品尝到肉的鲜甜滋味 苏东坡说 这个无肉令人瘦 无足令人熟 那我们给客人吃肉 那相对的老师的艺术 就像让客人看了就不会有熟的感觉 另外11月19号晚上6点 富兰朵还将举办餐酒会 画家戴武光 还将现身与民众分享绘画经验 并加赠左餐酒 有亲居民众请提早预约 限量30名 记者申品站门期 屋来采访报导 广告号来看我的台北周期单元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大新店欢评学生专属优惠专案 倒数计时钟龙 平学生镇独享 每月699元 请上网吃到饱 再想奖学金 平教师镇老师一同享受优惠 身份专线2917 3939 大新店有线电视脸书粉丝团 征求你家小宝贝的万圣节搞怪照 上网秀出小宝贝的照片 就有机会抽中精美礼物油 快上Facebook搜寻大新店有线电视 交通安全行 酒驾最不行 开车摊杯 乐极圣杯 酒后回家 指定驾驶 安全耶 一 找家人在 二 请朋友带 三 叫小黄来 交通安全行 酒驾最不行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乐家必须得到马铃铛吧 好后 您可以带来的 请不吝点赞 就是去吃道地小吃 这个礼拜我们则要来趟健康休闲之旅 一起去虎山西步道走走 这条步道沿途铺设了十街 也是和亲子一起接伴出游 而且这里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 现在就一同来感受魅力无穷的虎山西步道 经过了地头蛇丛丛哥的介绍 相信大家以后来到松山 都知道该怎么规划行程了吧 接下来GG要带大家深入虎山西 挖掘松山的另一种风貌 我们要去看看隐藏在步道中 丰富的动物植物青山青水的行程 保证让大家意犹未尽 现在就来请一位大自然的专家 来帮大家讲解讲解吧 大家好 我是热爱自然的黄诗仁 今天大家走的这条步道 是属于南港山西的一部分 它是属于比较好走的步道之一 它很适合上班族及家庭主户 甚至席带亲子来都可以 它沿途的林荫优美 是非常好的一条步道 进入了虎山西的步道后 映入眼帘的旧式虎山西 GG要我听着潺潺的流水声 呼吸着树林间散发出来的芬多精 突然也觉得自己的心胸开阔了起来呢 不过听说这条虎山西 厉害的还不止如此喔 虎山西是台北市第一条用 圣袋公华枕制的溪流 那它里面有很多石缝 甚至它因为它是用圣袋公华枕制 所以它整个的溪流 它里面有极烂 瀑布 浅滩 生潭 适合各种不一样的生物在里面停留 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多鱼类 像马口鱼 螺类 还有青蛙 蜥蜴 一些小动物都可以居住在这些缝隙里面 那它可以得到良好的庇护 所以这边的生态是非常多样性的 多亏了市府大地工程处 整治了这条虎山西 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珍贵的生物 当然啦 虎山西的惊奇绝对不止如此 在前方不远处居然发现了这块细水平台喔 嘿嘿 在这么炎热的天气 坐在石阶上泡个脚 这个清凉畅快的感觉还真是享受呢 这样的清晰设施啊 也让民众能够近距离观察到水底游游的生物 整条虎山西仿佛变成了一个自然教室呢 大老师 好 来到大家啦 带小朋友来接触大自然 因为这也是男孩子比较好动啊 往后来走比较好 虎山西的自然生态步道景观 生态多元又几副趣味 接着还看到呢 在步道沿途都设有解说牌喔 并不需要对植物特别了解 父母呢就可以很简单的 向孩子们导览解说 这沿途一路走来 诶 千然不知不觉 我们就已经到顶端了耶 哇 站在虎山的高峰往上眺望 可以看得到临口台地 观音山 玄山饭店 还有五指山系等等的山脉耶 诶 诶等等 那个远处白白的飞行物 诶 那个是起飞的飞机耶 诶 还有啦 你看那边看得到松山车站 跟松山机场耶 诶 妈妈 妈妈 蹬井的感觉怎么样啊 太棒了 都很少带小朋友走到山顶 看整個台北市的景觀 可以看到不同的城市的風貌 而且走上來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多綠葉 還有植物和昆蟲 走上來會不會很累 會 會喔 喝了幾瓶水 五瓶 喝了五瓶水 好啊 在現今水泥叢林中 竟然還保有這樣的地方 讓我們後代的子孫可以享受 真的是比什麼都還貴重呢 趁著假日有空 趕快帶著家中的寶貝 一起來虎山西步道走走看看吧 接著來看寶貝亞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大新店客服APP超強功能讓您生活更便利 繳費免賬單超方便 線上報修超簡單 快下載來試試唷 詳情請前往官網查詢 大新店有線電視配合政府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 提醒尚未安裝數位機上核的用戶可來電洽詢 我們將派專人道府幫您免費安裝 另外再送多台HD頻道免費看20天 胡斷詳情請洽2917 3939 為了減少時價登陸預期申報而受罰情形發生 自7月1日起新增預申報服管道 民眾可在買賣登記案件送件前 先於申報系統上預申報不動產成交資訊 再列印預申報書與登記案件一併送至地震事務所 於登記完畢後確認是否完成申報即可 每年開學後常有第二波常病毒疫情升高情形 新北市衛生局除提醒師長教導小朋友勤洗手之外 也呼籲教託預機構若得知幼學童有感染或是疑似常病毒 要在48小時內完成通報 否則將除以新台幣3000元至15000元罰還 為積極提升服品質及配合業務性質 新北市新店地震事務所将不定期更新网站 及臉書專頁內容 歡迎民眾永遠按讚加入臉書專頁 便可隨時接收最新資訊 以上的新聞內容都刊登在大新店有線電視的網站上 歡迎您上網點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張文綺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提供